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极射平手柄对准插入明镜即可 电源插孔插入电源线 开启总开关 进入主界面 水磨笔水量大小调节键 向右为调大 向左为调小 水磨笔与高分子烹雾笔选择按钮 往右为高分子烹雾笔 往左为水磨笔 A B C 屏选择按钮 根据顾客所需选择适合的瓶子 A 屏 用于面部清洁 C 屏 用于管道清洁 B 屏 氢氧离子生成屏 肺液瓶 注意 当肺水至瓶升三分之二时需倒掉 界面选择按钮 向左向右进行选择 确认及取消时点按旋钮即可 确认 取消 选择铲皮手柄 点按确认 调节能量 能量一至八可调 建议五起调 点按确认 工作模式 连续模式 间断模式 选择连续模式 点击开启 开始进行操作 操作前先卸妆清洁 操作 操作时由你向外由下至上进行操作 操作过程中建议使用热喷 保持脸不湿润 保持脸不湿润 注意操作此手柄时需取下手套 手握正负两极铁片 操作完成 操作完毕后 点按暂停 回到铲皮手柄 点按取消 选择 选择水膜笔 手柄 点按确认 选择清氧模式 选择水膜笔 点按确认 细腻大小调节 选择合适能量 点击确认 开始进行操作 根据皮肤纹理定点按压操作 必要时亦可短线距离皮拉 梯子部位可着重加强 根据顾客所需自行调节出水量大小 全面操作完毕后 点击按钮取消操作 回到水磨笔手柄取消手柄操作 选择高分子烹雾笔点击确认 选择能量点按确认 选择合适的能量点击确认 点击开始 将旋钮调至高分子烹雾笔 开始进行操作 将爽呼水置于安瓶内 手柄导致 卡住 翻转即可 操作 操作时由下至上均匀喷雾即可 操作完毕后点按暂停 回到原手柄处 点按取消 选择两极射频手柄 点按确认 调节能量 点按确认 根据顾客所需调节合适能量 根据顾客所需调节合适能量 点按确认 连续模式 尖端模式 选择连续模式 点击开始 进行操作 操作前 面部涂抹凝胶 操作方法 从下至上 由你至外进行操作 另一侧操作方法一致 仪器维护 清洗水磨笔 水量调最大 选择水磨笔手柄 选择C屏 选择水磨笔手柄 点按确认 细腻强度调最大 点击开始 进行清洗 注意清洗时需更换清洗头 清洗水磨笔手柄 清洗时间 一至三分钟 高分子喷雕 高分子喷雾笔清洁 选择高分子喷雾笔 介面调节 选择高分子喷雾笔 点按确认 点按确认 喷雾笔调最大 点按确认开始进行清洁 注意清洁时安笔内装入纯净水 喷完剂纸 铲皮 两极射瓶 操作完毕后用粘式的棉块擦拭即可 倒入浆尼 和四面列装入尖 1里 波笔 乌 ten